学习这种事情 这教训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 不能相信外国的 孙中山先生 讲三民主义的时候 满清可能还在吧 在一百年前 他在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六次讲演 第四次里面 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重要 但是从来没有听人说过 大家都说过得了 他在讲演当中告诉大家 外国人比中国人强的就是机器 跟科学技术 这就是两个东西 其他方面都比不上中国 尤其是讲到政治 这外国人应当向中国 学习 这中山先生的话 我们没听他的话了 什么都跟外国说 把中国东西都糟蹋掉了 信心都失掉了 所以中国今天造这么大的大难 特别是教育 特别是教育这一环 中国人在全世界 跟其他国家民族去比 中国人最懂得教育 胖恩比波斯研究世界文化史 他对中国非常佩服 甚至于说出 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问题 需要孔孟学书跟大臣佛法 这是他讲的 孔孟学书是什么 讲中国传统文化 如是道 佛到中国来年轻年 就变成中国的佛教了 跟中国文化融成一体了 这个不能不承认 讲中国文化 要没有佛不行 这也是唐恩比说的话 中国古人的心量大 能包容一族文化 就是知佛教 能包容 能接受 而佛教文化 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 这唐恩比说的 把中国本土就是 如根道提升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离不开佛教 离开佛教 那就是不懂中国传统文化 那就闹大小话了 可是今天 佛是什么 没人知道 中国人 中国人 有教育的智慧 有教学的方法 有经验 有成绩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还存在 这就是成绩 如果我们不要了 这最后这一个文明古国 可能会消失 就不会存在了 现在真正修佛 越来越少了 修佛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要把约望放下 这是现在人非常困难的 财色明石碎 你如果放不下 你没有办法切入 你就是学 沾一点皮毛而已 放下之后 你才真的能入进去 这是很难很难 但是世界上这么多人 我想找个两三百个 应该不成问题 有两三百个人 全世界的佛教 都能复兴起来 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佛当年创教 在陆叶园 一共六个人 他自己一个 带着五个学生 这样起家的 那今天有六十个人 六百个人 佛教怎么会不复兴 肯定能够起来 在东国过去 叫丛林 一个丛林 就是一个大的佛 佛教学术团体 都有三千人 这是我们 不能不知道 知道了 也应当学 罚藏 比丘这样的发心 他发心大 建立了极乐世界 他搞成功了 最后一切 就会做出了 到处 大量 证明 优优独播